在今天的冬季奥运会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另一批三不敌一门国女排 惨遭小组赛两年败,联系输球后,中国女排的形势非常不利,竞技希望渺茫 因此,女排赛后的消息格外也人注目 客观来讲,中国女排今天的表现将上一场已经有了明显提升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比上一场要好很多 即便是在相持阶段,女排姑娘们也能够打出韧劲 然而面对强低一门国女排,中国女排在气节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自由人发挥非常不理想 这场实力后,女排自由人王孟杰被动上了热搜 其原因就在于她这两场比赛中发挥的都并不理想 由于她的状态欠佳,球队整体攻防都处于被动状态 同时,对于这样的设例,浪平也是表示 今天的比赛发挥还是可以 但篮房不够,特别是队12号,篮王老师破坏 或是让球直接掉下来,所以反击没有得分机会 女次攻其实点的还可以,比分却老师差一点 必须承认,跟志祺的比赛相比 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一战,的确进步了不少 但是这样的状态是不够的 因为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升国旗,奏国歌,这样的话 如今的局势则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因为若是中国以如今的状态去打淘汰赛的话 肯定是无法进入四强的 而若是以这样的状态继续征战 能不能出现都是存疑的 但是,相比于球迷的担心,冷平则是有点镇定 面对两年败的局变,冷平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情绪 他直言,我觉得还是面对现实一场一场打 我们还得再放开一点 我们今天还是有点紧 还是要再放开一点